雖然科技的進步、人類的生活也不斷出現變化 但是如果因為是被動的狀態 可能對未到時代 所以五個國中就要開辦科技社團 讓學生實施到科技的重要 也影響他們的生涯幾歲 創作APP需要自己親手做 然後圖片、行動模式都要自己抓、自己弄 然後弄進去之後才會形成這個APP 對自己設計的APP 有個國中的學生長挺進、有說沒完的位 一樣對新興科技的重要性 有親切體驗的還有學生林克林 現在機器人是現代科技發展的先驅 像很多科技大廠會 也會利用自動化的機械手臂去生產 像Sanson或是Apple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學校設立類似這種課程 讓我們可以從小就培養這些 培養這些興趣或是專長 也可以讓我們對科技有更多的認識 還有了解 就是因為他們這一年參加科技社團 為他過去感到科技理自己的情形 到現在知道只要透過一些城市和艦舊 就能夠想法變成食品 也對未來有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我們現在的未來是朝著科技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提早學習這些科技 也許在未來我們可以對科技更加認識 從事科技的行業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 科技不斷的進步 研究的生活也應出現改變 這年學生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 是主動發生到發生 可能有一天他們的創意也會改變世界 記者 新種林英如 五個彩虹報道